Hello 大家好 朗日花園豪華蔣姐大廈自銷售以來非常受用家的歡迎 到底情況如何? 我們請教一下他們銷售團隊的David David 你好 Julie 你好 朗日花園豪華蔣姐大廈一期在廣大用家的支持下 是全部受興的 而朗日花園二期正在開售 這個蔣姐大廈得到用家的歡迎 首先是因為地點一流設計的風格比較時尚 這個二期有四百多個單位 有七種尺寸五十多種戶型購買家選擇 購買家可以在朗日花園的銷售團隊的精心服務下 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心腸好的 其實入住朗日花園的長者都想知道 朗日公英基金會和開發商 是如何將大廈做到極致的 朗日公英基金會和發展商Cold Bridge 是非常重視建築的質量 特別對於豪華蔣姐大廈 是這樣的 朗日花園的三座大廈 都是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 而不是Picas那種結構 確保各單位在隔音、日後維修、大廈結構 安全等方面做到最好 朗日花園同時採取了 Li Silver標準的節能環保大廈 特別在處理室內空氣流通系統方面 每個單位各自獨立 避免病菌的傳播 朗日公英基金會 非常了解長者的需求 朗日公英基金會 非常了解長者的需求 所以設計和管理方面 是有不同的設施和安排的 有五萬平方呎的公共室內活動空間 讓住戶一起奪斂身體 有四季如春的一萬平方呎的空中溫室花園 鄰近還有四英帽的陸化公園 有麻雀房、會所餐館、咖啡廳 而一千多個單位的住戶 每個長者都不會覺得孤獨寂寞 都可以找到自己心頭好和志同道俠的朋友 朗日花園有一個一萬五千平方呎的醫務所 裏面包括有化驗所、物理治療等等服務 還有其他的中醫診所、美容師、理髮店、美營超市 還有非牟利的協群社區提供給住戶服務 David 很多人都說黃金地段 到底真正的黃金地段是怎樣的 所謂黃金地段對房地產行業來說 其實業界和廣大用家都非常清楚 地點位置是所有樓宇建築的第一要素 而朗日花園豪華的大廈就是這個位置 交通便利、購物便利、飲茶、食飯便利、辦事便利 包括各種銀行金融機構、各級政府部門 包括聯邦、安省、萬錦市機構都在朗日花園附近 另外去到朗日花園附近的各個公園 包括Tuku Pond 甚至到朗日花園自己公園建立身體都十分便利 所以說娛樂、看電影、看戲都在就近十分便利 華人社會傳統上都是大家庭 很多都是三代同堂 時代現在起了變化 這種生活模式隨之亦發生了變化 是的,華人社會傳統上都是幾代人同堂 但現代社會不一樣 尤其北未長大的年輕人從小比較獨立 不會依賴人 這樣亦會導致兩代人的代溝比較明顯 長者和年輕人一起在有飲食習慣、生活愛好等等不同 所以在目前經濟能力可以獨立的情花下 大家可以分開居住 又可以保持經常的密切接觸 這樣令年輕人更加獨立 長者亦可以過到自己的黃金歲月 朗日花園有甚麼活動可以令長者和兒孫共享天倫之樂 朗日花園一些買家計劃開辦兒童的興趣班 是給小朋友探訪長者同時 學到音樂、繪畫等等的興趣 在培養小朋友的興趣同時 他們既可以探訪長者 又可以培養自己的興趣 共享天倫之樂 為甚麼現在的長者都選擇進入長者大廈呢 是的 現代長者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一代人 多年奮鬥有一定的機制基礎 很懂得享受人生 如果入住政府津貼的其他老人屋 又要等十年發載 私家護理又比較貴 所以不是他們想要的退休生活 特別是經過這次疫情 是選擇一個居住 有住宅、有空間的私人居所 又有醫療、又有家居護理 又有朋友的社交場所 兒孫可以隨時來探訪 這樣就是他們想要的退休生活 David,我們說了很多兩日花園的優點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感興趣 是的 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過來我們廊日花園 浩華長者大廈的銷售辦公室 仔細地查詢 選擇自己心頭之豪